我的梦想 闪耀着彩色的光 张开翅膀 飞到想去的地方 我的梦想 伴随笑容而坚强 大声的歌唱 飘过辽阔的太阳 这世界充满了想象 乘着鹰风一起飞翔 经过所有快乐悲伤 谢谢你陪在我身旁 快乐是我的能量 点亮自己的光芒 想唱就唱 唱的响亮 不怕风雨的阻挡 快乐是我的能量 点亮自己的光芒 每一个期待的目光 都在牵着我 成终 唱的响亮 成长 雷敏 你们两个先说说 这是近两届 超级女生参赛者的增长报告 如果按照以往的人手 派给我们的话 是肯定控制不了 今年的局面的 对了 还有就是 参赛者增加了 如果管理他们的人手 不相应增加的话 就一定会出现很多的混乱与不变 那好 我尽量调动人力 协助你们的工作 周台 那我新提交的那份计划呢 你那个计划我看过 你也不急这一时 你暂时先帮帮成郎 做好超级女生这个栏目 可是 大家同属一个公司 同心协力 做好公司的每项工作 每个人都有功劳和荣誉 而且 你那个旗号我看过 基础很好 你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把它想得更周全 更完美 好吧 周台 那好 那就散会 成郎 这期超级女生的栏目 一定要做好 我可等待你的好成绩 不好意思 别这样 你哪用的这不好意思 现在全电视台上上下下 谁敢不给您陈大监制让怒 门口就是这么宽 大家都真的走 谁都出不去 您陈坚制现在是大红人 理应比我做得痛 当然是您先走吧 马坚制 您要是觉得太闲的话 可以找点有意义的事情来做 好吧 你总算来了 要不是认识你 我还以为你是服务员呢 什么时候还瞎平 快走吧 这么急着找我 就为了跟信领和他吃饭 你们他的广告大客户 突然提出要赞助超女 你觉得这事简单吗 你跟他那么熟 难道你不知道他葫芦里卖什么药吗 之前他都一直没动静 现在突然提出要赞助 我都不知道他搞什么鬼 如果他是要买广告时段 根本用不着见我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 说实话 我什么也答应不了他 这样 你能答应就答应 不能答应就拖 反正千万别硬碰 林叔叔 来 陈建志 请坐 上菜 陈建志 这是我创作的鲍鱼汉堡 你试一下 林董 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说 我想等我女儿雪橇 拿冠军的那天了 场面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的 方言花 用极光打标语 当然了 标语打的是我们 林氏星夜集团 敬赫的这样 林董 我在想是你的女儿 要参加超级女生 你再为她策划 一旦胜出 庆祝事宜吧 陈建志 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提 这一用多少钱了 没问题 那我有一个很重肯的意见 先让你的女儿 到超级女生来报名吧 如果没有报名 又怎么赢得比赛 没有赢得比赛 又怎么庆祝呢 陈建志这句话 什么意思呢 林叔叔 陈建志 可能不是你想的意思 无论是谁 参加任何比赛 想要夺取冠军 只有一个途径 报名 奋斗 击败所有的对手 超级女生 也不例外 陈建志 要不我替你来说 你说我说 都是一样 不 不一样 你知道我是谁吗 当然知道 林董 是本台最大的 广告客户之一 占有本台 最多的广告时段 要是我把所有的 广告抽掉的话 我要你们 吃不了兜这种 如果林董 把所有的广告 都抽掉的话 我相信 一直订不到 本台广告时段的客户 会十分的高兴 如果没有别的事 两位 我先失陪了 林叔叔 雪桥决定参加超级女生了吗 那咋没有 她这么紧张 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 你们成为这一次超级女生的正式参赛选手 首先 我代表电视台 感谢大家 并且希望 在今后的比赛中 发挥出你们最好的水平 关于这一次的比赛规则 在我手上有一份比赛细则 三回之后 刘小姐会发给大家 希望大家回去以后 仔细阅读 这次比赛 将历史超过两个月 在比赛期间 任何赛赛选手 都要服从电视台的安排 不可以向外 透露比赛的情况 违反者 立刻取消比赛资格 安静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你们会接受一些专业的训练 在这期间里 你们不可以早退 不可以迟到 不可以无故缺席 更不可以闹事 都听清楚了吗 听清楚了 什么事 我是从外地来的 我想请问一下 电视台有没有住的地方啊 电视台没有住的地方 但是 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 关于训练的日程安排 和具体情况 接下来由雷老师 给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大家好 我是议员经济人事部经理 我叫雷敏 你们叫我雷姐好了 从今天开始 关于你们赛事的一切活动事宜 包括日常训练 媒体宣传活动 都有我全权负责 我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 各位 合作愉快 刚才 主任老师给你们的意见 都清楚了 接下来我想补充一点 李慧恩 你现在演唱的风格 根本不适合你 我不管你从哪儿学的 如果你想进步的话 就要把以前的一套 统统丢掉 重新认识你自己 我的歌唱风格 就是我自己的歌唱风格 如果你随随便便 一句话可以改变的话 那还是我吗 你唱歌多少年啊 你有资格说有自己的风格吗 我不管你以前是怎么样的 但是这里不是游乐园 不是随便跳一个游戏 玩完就能走的 如果你不听老师的意见 迟早会被淘汰掉 那倒不如现在就走 省掉我们 还有你自己的功夫 基本上 我是同意你对李慧恩的评价 他的确可以唱得更好 不过你对他未免太凶了点 他毕竟只是个女生嘛 这正因为他是个可道之才啊 我才要跟他严格的对待他 有潜力的人 如果不好好锻炼 那就是一种浪费 正所谓 欲不拙不成器 祖罗 你教音乐这么多年 也会有恨铁不成钢的时候吧 你说的对 钢铁不就是这样炼成的吗 不过我担心的是他会受不了 万一给转身就逃跑了 李慧恩是一个外容内刚的人 相信我看人的眼光吧 他转眼看就把这边带绍得到 带路分的 就是我们来说 你不是老公 你不是老公 有卒 他跟人家一起睡觉 肯定 你不是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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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不能怪别人 你对李慧恩的态度 别人不误会你才怪呢 太多了 我知道你烦 可是我不得不说 没有人会像你这样 你处处都偏袒他 有什么问题 你是没问题 可是人言可畏啊 你是在全心全意地培养人才 可别人会怎么想啊 一帮无聊至极的人 你知道 很多问题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否则 不但你的名誉受到影响 连慧恩也会被别人看不起 到那个时候 你不但没有帮他 反而害了他 你知道吗 可能是我真的太心急了 但是 他这是怎么样 也不愿听我的话 不愿放弃 他妈妈会遇他 教他的东西 其实 我觉得李慧恩 他挺不错的 你应该放手 让他自己去发挥 他是很有天分 可是 他现在只是喜欢唱歌而已 还没有找到自己 真正要走的路 我担心 他就这样停止不前 怎么会呢 我觉得李慧恩 他很用功啊 从他身上 我发现了一点 越是有天分的人 越经受不起打击 我明白了 你是怕 李慧恩他变得很脆弱 所以 才对他那么严厉 一次一次磨练他的意志 对吗 只要让他不断地执受压力 他才能更加坚强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 能够看到他的音乐界 有所发展 成了 你的心情 我能够体会 只是 在目前的情况下 你千万不要让别人误会 你在处处偏袒他 这样对他真的很不利 李慧恩 到他去 干嘛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要我重复再说一次吧 慧恩 陈杰志让你坐 你去坐吧 监制 看来你要对他们精英特训 我们必要在这儿了吧 李雨桥 你好好看着 你们拿起话筒 李慧恩 我要你和陆瑶唱一首歌 为什么 那这样会是一首 你们都烂熟的歌 陆瑶先唱半首 你再唱半首 明白吗 明白了 没有对 你看 他们现在已经动起来了 没事 对了 学长 你觉得 婧恩唱怎么样 他唱得不错 一下我要说的是重点 虽然祖罗老师已经说过 但是基于各个因素 我不得不再次重提 有种东西叫综合素质 一个观众欣赏你们的演出 不仅仅用耳朵 还会用眼和心来欣赏 李雨桥 你唱歌唱得不错 可是十分静态 静态地近乎于病态 几乎每一个观众都感受不到 你是在为他们唱歌 这种歌唱得再好 也打动不了人 你同意吗 我 我不知道 陆瑶是你们当中 歌艺相对拙劣的一个 你有信心打败他吗 没信心 我老实说过 陆瑶是个可以用身体唱歌的 选手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要打仗 安静地听我说完 就知道了 我没有组罗老师那么感性 我从技术层面分析 是这样判断的 假如我现在是评委 我会以歌艺 台风 印象三方面来评分 陆瑶歌艺只有五十分 台风八十分 印象五十分 它的综合便是六十分 对不对 林雪乔呢 歌艺一百分 印象八十分 但台风呢 林雪乔 你的台风有多少分 你自己有清楚你自己的表现吗 零分 谢谢你的帮忙 我立刻可以算出 你只有六十分 和陆瑶平手 多完美的技术 没有感染力 也是一种浪费 站着唱 天下第一 只是一个笑话 你明白吗 你刚才已经看到 李贵恩的表现了 想不想自己也试试 想 记住 唱歌要唱给观众听 而不仅仅是唱给自己听 背影看不见 我也该画个圈 回到起发点 我们 定会不来了 最初的自己 学校这样 好美哦 她和歌曲合起来 让我们觉得她更美 你也看出来了 从今天开始 李贵恩不用再留下来了 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去领悟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能够看到你们脱胎换骨的表现 谁的音乐碟出了问题 是我的 我的有一段录音有问题 可不可以更换呢 你自己的音乐碟应该好好地检查 现在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 可是中间有一段完全不能用 我怎么唱呢 我看你是不知道负责的三个字 什么意思吧 这张碟不能换 无论它播什么 你都要接受 你可以选择继续唱 或者是退出 陈建址 你也太无强了吧 这是规矩 也是纪律 你连这个都没准备好 我看你是没准备好入围了 自己好之为之 什么 出问题了 你婚姻得坏了 你快看 你现在赶紧 去把她的出场顺序调到最后 我找你去资料室看看 有没有她的音乐备份 这恐怕不好吧 你这样做其他资料室会有意见的 再说你今天刚刚骂过那个音乐碟出了问题的女孩 你在这样帮李慧恩 人家一定会有意见的 两者情分不一样 你照我说的去做 出了任何问题我来负责 可是 别浪费时间赶快去 好吧 喂 李准吗 我是陈朗 我这里有一个选手他的那个音乐伴奏 出了点问题 我想找人去你们那儿看一下 有没有他的那音乐备份 对 那好那好 麻烦你了 我这就叫人过去 再见 陈建志 你除了那没有考本在手 老台那边也没有 要不要打电话去问问 时间不够了 叫离婚换歌或者亲唱吧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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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而不善 这是个意外 他的歌 本来是依照我们的规矩办的 可是现在是由钢琴伴奏 你让他怎么办呀 我不知道 让各位久等了 是的 相信电视今天的各位呢 已经迫不及待地 想知道这个结 谢谢 请 首先恭喜大家 你们已经成功入围了 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你们要告别玩乐 你们会收到我们正规的通知文件 通知你们何时何地 做何速训练 你们将离家数月 住在我们安排的地方 在那儿 你们会得到非常专业的训练 有人因此进步神速 问鼎冠军 当然也有人跟不上节奏 会遭到淘汰 总而言之 住到最后的人便是胜利者 大家努力 陈建坠 雷明姐 陈建坠对不起 给你添那么多麻烦 作为一个歌手 除了把歌唱好以外 还要学会保护自己 像音乐碟这么重要的东西 都给弄坏了 无论是人为的因素 还是你自己不小心 你自己都要负责任 不是每一次 你都这么幸运 不是每一次都有人帮你 明白吗 明白了 其实本来今天 我是想照你的指导去做的 但是 关于你唱歌的风格 已经谈过很多次 我已经不想再说了 可是 我还有工作 再见 明姐拜拜 陈朗 我可是不止一次警告你啊 你跟那个叫什么李慧恩的 一定要划清界限 我跟李慧恩的关系 从来都是主办方和选手的关系 就是这么简单 没那么简单吧 那我为什么多次听别人说 你在偏谈李慧恩呢 这个我不清楚 应该去问说这些话的人 总之不管怎么样 你不能再做偏谈李慧恩的事了 否则的话将意味着 影响电视台的声誉 这是错误的行为 我相信台长你听到的故事 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有些人刻意隐瞒了一些细节 让您产生误会 误会 那我倒是想听你跟我解释解释 为什么别的选手叠坏了 你不让他找 而李慧恩的叠坏了 你不仅没他找 还让人为他伴奏 台长 事实应该是去看的 而不是听来的 您认为 这是人为的破坏 还是不小心的结果 我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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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算是在这种 你不信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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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人 我听说 你不信心的 今天可以光临我们超级女生 前二十天 陈建志为大家来说两句 陈建志有请 涂过之后才好一点 会有皮肤过敏吗 对 一直都有 所以他用的太阳油 也是自己太阳的 不用我们皮肤 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了 可是他用过的那瓶太阳油 我已经拿回来检查过了 里面对了洗发精 洗发精 对啊 洗发精涂在脸上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一般人是不会过敏 可是李慧恩的皮肤 就是过敏性皮肤 这种没有稀释的洗发精涂 在他脸上是肯定会过敏的 很明显是有人作弄他 音乐碟 汽水 太阳油 一宗接一宗 看来 是有人想把选手 尤其是李慧恩给逼走 面对顺负 有些人会显得很豁大 可更多人 会觉得害怕 害怕往往会使人 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来 但是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都不允许在比赛中 出现任何的不公平 小岛 你也知道 我们不可能每天24小时的守着他们 这也太不现实了 这 也是 今后 一方面靠你们多加留意 另外一方面 也是对他们的考验 容姐 以后 就麻烦你 多留意选手的日常用品 和衣服 雷敏 你找个机会 跟李慧恩谈谈 放开我 你放开 你放开我 你放开 你放开 别动我 程天志 我不是想破坏你们的规矩 我只是想看看花园而已 没有什么其他的意思 雷敏 你给安安静 你听我把话说完吗 好 我知道 你对慧恩很好 也很关心他 我想 你将来也会这样对他的吧 那是当然 这个比赛还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可以向你保证 在这段时间 我们会对慧恩很好 并且保证他的安全 你就放心地让他比赛吧 我没有什么不放心的 也没有打扰他比赛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只是想看看他而已 没有别的了 雷敏 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除了放心 你也应该放手 对不起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如果你正在一起 慧恩的话 你就不应该用感情犯人 这仅仅是一个比赛而已 这不仅仅是一个比赛 他也是慧恩人生的转折点 你也是一个音乐人 你应该很清楚 慧恩他的潜力有多高 比赛结束以后 他就要开始过他不同的人生了 那又怎么样 那你就应该放开双手 让他能飞多高飞多高 你硬是把他留在身边 对你对他都不好 于太 爱一个人 就应该让他活得更好 同时也让自己活得更好 你是一个很出色的钢铁手 你应该多花点精力 在事业上 才不会让你跟慧恩的距离太远 我想 这是我跟慧恩之间的事情 你好像不太好过问吧 我相信 李慧恩他可以表现得更好 只是 他老是停留在你的风格上 不愿意突破自己 你对他的影响 太大了 这个比赛的过程 非常的复杂 需要高度集中精力 稍有松懈 就会影响表现 我想 你也不希望 不然他因为你而分心 因为你而落败吧 我也不是特意针对你一个人 这里的规定 就是除了亲人以外 其他人不能进去见选手 所以 为了慧恩 我希望 起码在这段时间内 你就不要见他了 我的大门可碰到郑玉泰 他让我交给你的 谢谢陈建志 赶快回去训练吧 陈建志 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 就是 我最近 额外训练为什么没有了 刚才提醒你的 我都提醒了 大家都在进步 哪怕你保持以前的水平 其实也是退步了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还要十五分钟直播 大家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 正老 你们准备怎么样 他们装到化好了 正在换衣服呢 希望今天不会有什么意外吧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容姐和小芳 一直在里面盯着呢 放心吧 《高芳心专声》 林员 看起来 будут 教约 他就叫 pipes 能吗 ków 陈建志 给我解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林雪乔的票数会高出其他选手那么多 对啊 其他选手最多二十万左右 怎么林雪乔会有三四万呢 说说 为什么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你不清楚谁清楚啊 我必须要查一下才能回答你 肯定是虚假的数字 大家都知道林雪乔的爸爸是谁 不用猜也知道这和他的背景有关 现在还不清楚 不能够这么断定吧 我们办这么大个节目 如果有人弄虚作假 首先对不起参赛的选手 其次将严重影响我们的收视率 你知道收视率的降机 将对我们来着意味着什么 你知道这对我们台的影响有多么的坏 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还不快去查 好 好去 等等 如果查出票数确实有假 必须马上起销零起销的 拆了四个 这个 我告诉你 你也脱不了关系 是 请进 陈天志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雪乔坐吧 其实今天让你来市长问你一些事情 你知道你这次的票数出息的高吗 我不知道 坦白的说 这次你的得票出息的高 电视台的高层很怀疑 我们会做出一个全面的调查 如果一旦查出票数有假的话 那么 雪乔 你老实告诉我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内情 如果真的有人弄虚作假的话 你告诉我 我会帮你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一直在独家村和选手在一起 我都没有出去过 好吧 我知道了 不过我还是要告诉你 希望你有个心理准备 如果一旦查出票数有假的话 台里会取消你的参赛资格 好吧 你先回去吧 雪乔 雪乔 别太担心了 我会处理好的 回去好好准备 接下来的比赛 我真的不知道 我 我真的没有 好了 你先回去吧 别太担心 我会处理的 嗯 雪乔 你能坦白说出来 我很欣赏你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会妥善处理这件事的 我可以向你保证 我们会找公证处的人 出来公证裁决这件事情 可是 不要担心 公证处的人会依法办事的 那我 我的 你先回去吧 有结果的时候 我们会通知你的 哦 陈天志再见 再见 雪乔的事情 你们怎么决定的 已经找了公证处的人了 什么结果 你很快就会知道 为什么不能现在说 这是公式 如果是其他事情 我会告诉你 不能透露内蒙给我吗 不能 坐吧 雪乔 我们今天让你来 是想告诉你 公证处的结果 公证处已经证实 票数是符合要求的 我希望你回去告诉你的爸爸妈妈 请他们以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 这是全国性的比赛 这样做的性质太恶劣了 我明白 不会再有这种事你发生了 我保证 好吧 我现在把我们最新统计的票数告诉你 我现在把我们最新统计的票数告诉你 第一名的李慧恩总的票数是21万1823 第二名的荣顺南总的票数是20万8979 你的总票数是20万3580 排名第三 我们希望你能够珍惜超级女生这次比赛的机会 陈朗 还没回来吗 没有 接人出去的 他们说大概是晚上十点钟左右 电话一直打不通啊 没有人知道他去哪了吗 听说是接了个电话出去的 会不会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出什么事也应该打个电话呀 这个李慧恩真是太不懂事了 陈朗 你先别着急 我们再等等看 应该不会出事的 喂 那不是宋天孙的车吗 晚安 慧恩怎么会和他在一起呢 陈建志 美美姐 你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 你出去也不说一声 你知道多少人担心你吗 我知道 回去睡觉 明天早上七点钟 在篮球场等我 给我出篮球场跑十圈 加快速度 人家 进来 上车 tell 让我住了 你怎么跑不动呢 跑不动要跑 跑不动要跑 起来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要是不想参加比赛 大可以跟有钱人出去吃喝玩乐 用不着在这受罪 我不过就是和苏联人去唱这歌 我做错什么了 或许昨天又跟天孙 你为什么跟他出去唱歌 他叫我去的 他叫你去你就去 以后叫你出去男人做的事了 你每个人都要去吗 我只是去唱歌而已 你说他们来你干嘛 你凭什么陪他们唱歌 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 你把你自己当成什么人了 你以为你陪他们去唱歌 他们就会让你少的歌手 给你出唱片吗 我没有 如果你认为 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就能在这个圈子里面走绝去的话 你会自毁前程 我见过无数像你年轻 有姿色的女孩 淹没在人群中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唱歌 而是他们整天把心思花在帮大款上面 唱歌不是吃新鲜饭的职业 不努力 不靠自己的真本事 是不可能在这个圈子里面立足的 李慧恩 李慧恩 我告诉你 你来是为了唱歌的 不是要帮大款的 你别什么说我帮大款 别什么误认我 我爱个雷斯举 不要你怪 时刻 延后五分钟 我有话跟大家说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都很努力 每个人都有进步 可是有进步是不够的 还需要继续努力 剩下来的全是抢手 所以将来的日子 会是决定性的时刻 就算全力以赴 百分之百努力 也不一定就能成功 有的人 因为有了一点小小的成绩 就沾沾自喜 我最不欣赏这样的选手 不思进取 更有甚者 私自外出 半夜三更才回来 这样的事情 绝不允许发生第二次 我要说的说完了 能领悟的人 应该知道改正 好 各位准备上课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会毁掉离婚人的前途的 程天志 你说话可稍负责任的 我劝你不要冲动乱假话 你说什么 赞助合约上写的明明白白 天一集团对参赛者的录用 拥有优先指名权 我替我的品牌物色一个代言人 请问你有发表意见的余地吗 那得基于双方同意的原则下 而且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 首先 我跟李慧恩是好朋友 我们私下约会你管不了 况且作为赞助商提前了解选手的情况很正常 我这做法合理合法 你别有用心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大家熟为熟 你这样乱讲号一样可以告你诽谤 你所谓的提前了解 其实就是居心叵测 不怀好意 你说我不怀好意 证据呢 我的动机又是什么 你这种语气 十足一犯抵赖的嘴脸 要是这样 那我马上解除合约好了 你威胁我 不 我是在提醒你 既然你觉得我跟李慧恩 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你又奈何不了我 那不如直接取消李慧恩的参赛资格好了 取消不取消是我们台里的事 跟你这个赞助商没什么关系吧 对啊 跟我没关系 你跟我说这么多干什么 我警告你 别再招惹李慧恩 我再说一遍 我没招惹他 如果这个事情不想让我插手 很简单 你现在把合约拿出来 我马上撕掉废除好了 还记得 你当时为什么参加超级女生吗 你知道 你父亲为什么反对你进娱乐圈吗 他说娱乐圈太复杂了 我同意你父亲的说法 在这个圈子 我搭的时间比你长 见的人比你多 经历的事情比你复杂 我想我有这个发言权 以你现在的阅历 你还不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爱护自己 我挺好的 你现在已经很危险了 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我有什么危险的 宋天孙找你出去玩 让你当什么代言人 这些都不是表面上看起来 那么简单的 你都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他和雪桥关系那么好 雪桥心仰也很好 他为什么不听雪桥 还要亲你呢 你想过没有 这不用想啊 他说雪桥不会管他这些事 他的话 不是每一句都可以相信的 这些都不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你都知道了 你怎么知道的 他和雪桥关系那么好 雪桥心仰也很好 他为什么不听雪桥 还要亲你呢 你想过没有 这不用想啊 他说雪桥不会管他这些事 他的话 不是每一句都可以相信的 我没觉得什么大不了的 他这么做 会毁掉你的形象 毁掉你的前途 做代言就会毁掉我吗 宋天孙让你做代言人 每天带你出去玩 这些都不是什么好的目的 他的话 你也不可以太精心 我倒觉得宋天孙说的话是实话 我一无所有 他为什么要骗我 你能分辨什么是实话 什么是假话吗 陈建志 你这么说就是要我不要相信我的朋友 朋友分很多种 有些可以帮助你 给你向上的力量 有些就不是了 在我的朋友里面 没有你说的那种人 好吧 我们不争取这个问题 可是我要提醒你 交朋友 要慎重 另外还有 天下从来没有免费的舞 我为你花了那么多心思 认为你很有潜质 希望你不要浪费自己的天分 是吗 你知道要成为一个天皇巨星 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吗 一个歌手 一个歌手要在众多歌手当中脱颖而出 靠的是什么 唱功 节奏感 对作品的处理与分析 每一样都要很突出才能成功 今天 你说你对自己很有信心 我问你 你对自己的音准 节奏 对作品的分析 真的很有信心吗 可能你觉得我跟你年纪差不多 凭什么来说你 但是有一点你必须知道 你这样不是自我虔诚是什么 难道我听你的就会成功吗 我可不想听到别人说 我是靠巴结什么才成功的 你很关心我 我也很谢谢你 但是我还是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达到我自己的梦想 李慧恩 你表面上很单纯 没想到思想这么复杂 我是想帮你 你反而 好 不说你了 你好自为之 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这里婚是你栽培的吧 难道你就栽培这样的人吗 台长 李慧恩他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不是这样的人 你凭什么说他不是这样的人 台长 请你相信我 李慧恩他太单纯 他不可能这么有心机 我看着你太单纯了 这上面白纸黑字 图文并茂清净楚 拜托你看清楚再说话 好吧 台长 这一定是一个阴谋 阴谋 什么阴谋 你看看照片 他笑得那么高兴 这难道是阴谋吗 他不跟那个宋天孙去酒店 谁又能拍出这种照片来 宋天孙他就不是个东西 这都是他一手策划的 他宋天孙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要维护李慧恩怎么能有一个好的理由 以他宋天孙的身份和地位 他为什么要去嫌害一个小女孩 荒谬 台长 行了 立刻取消李慧恩的才能资格 台长 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你不能这么做 还要怎么搞清楚 李慧恩是一个粉文接着一个粉文 你知道这样对我们超级女生的影响 有多坏吗 有多大吗 台长 请你再给李慧恩一次机会 如果事情调查清楚以后 真的是他品行不正的话 再取消他的资格也不迟 你让我怎么跟上司交代 我怎么跟媒体交代 我怎么跟参赛者的家属交代 李慧恩家长 放心的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们总得给别人一个满意的答复吧 这件事我会应付 我是这个节目的监制 我会负全部的责任 好 我最后相信你一次 但是 事情没有解决好 你自己看着办 我们一定会抓紧时间调查的 先回去好吗 陈老 你总算来了 这边我快招架不住了 这边交给我来应付 你现在赶快回宿舍 把婚人他们安顿好 那我现在就去 周台长 是不是又跟你发脾气来着 他说什么 别问那么多了 你先回去 我想他们那边也是一团乱 好的 我现在就去 那这边也交给你了 记住 千万不要让他们露面 你放心吧 这边也交给你了 我走了 作为超级总监制 明队死事有何看法 请大家安静一下 而作为超级女生的总监制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我有责任 向全国的观众以及媒体 一个交代 但是现在现实 无可奉告 如果有了进一步的消息 我们会召开记者招待会 开诚不公地告诉大家 谢谢各位的关心 程郎 你就不能让我省省心 再多做几年副台长吗 台长 对不起 对不起就行了 那又能解释什么问题呢 台长 这件事也不能全怪陈监制吧 不怪他 未必怪我呀 你知道最近时间我为你们挨了多少骂 扛了多少担子 可是 发生这种事 谁也预料不到啊 不管是预料责任还是预料不到 除了洗水的负责 你们怎么办吧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不 台长 一切责任都在我 未明 是我监督不力 工作没有做好 才会把事情搞成这样的 未明 你别打厂 台长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一切责任都在我 请您不要再为难其他人了 雷铭 你知道你在干嘛吗 我当然知道 我的责任我自己承担 就这样吗 台长 这件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 对不起 陈天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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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duced 对不起 丁黑 extraordinarily 对不起 yesterday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但是我真的很难过 对不起我爸 我对不起你 我还对不起雪乔 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知道我错了 我知道你骂我就是为我好 你可不可以原谅我 霍恩呢 你真的做了一件很蠢的事情 你知道这对你将来有多大的影响吗 我知道 我也知道 不会再有人相信我 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 你也不要再哭了 我会尽力帮你 但是 你能不能继续参加比赛 还是个未知数 但是无论结果如何 你都要坚强一些 你手怎么了 哦 没什么 听说你爸爸住院了 情况还好吗 你也许说 爸爸不能再说自己了 就不让我待在那儿 我现在好后悔啊 我相信 同样的错误 你不会再反应 陈天正 我是不是 让你很失望 霍恩 我没有对你很失望 我只是替你不止 算了 我送你回家吧 干嘛 你来送行啊 开玩笑开到这一步 够了吧 再开下去 弄假成真了 谁跟你开玩笑 在台长面前你随便开玩笑 台长那边我去说一下就行了 你的工作表现 他一直都很满意 再加上他也知道 这次不是你的错 陈朗 你别老是硬来好不好 宋天村已经主动认错 等会儿会向我们交代 并且商量怎么样善后 错都在他们赞助商那边 那这么说 我辞职做错了 你太冲动了 可是 可是 我现在 也不能厚着脸皮 再找台长 把辞职信要回来吧 是这一封吧 是 以后没有我的批准 你不许辞职 是 先生 进来 陈朗 坐吧 陈天志 你来得正好 我是来澄清这些天的事 周裁长 都是误会 是我太急于让长军医生出成果 所以办了很多失措的事 真实无心之事 都是误会 让这么多媒体炒作 都是无心的吗 都怪我 是我低估了媒体的力量 这些媒体最后见风插针了 你们是做媒体的你们最清楚 我是被他们钻了空子 我说了做了就不怕承认 我会召开记者招待会 澄清事实 陈朗 总算说了句人话 那这样吧 你和陈朗商量了吧 好 您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没什么好谈的 你处理吧 我等着看你结果 陈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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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骂他了 他怎么了 他的一个歌迷叫林斗然出车祸了 好像还挺严重的 可能要成职务人 那也不能影响比赛吧 是啊 陈朗她是个善良的女孩子 她担心也是人之常情 你先别生气 我一会儿去确认她 陈朗 找我有事吗 我 能看看这个吗 这是林斗然留给我的 你去演播厅 我放了一个 谢谢 别太担心了 去吧 真的是后生可畏 李婚进入了这么多不愉快 能够这么快地恢复过来 而且 她在舞台上的表现 也更加地成熟了 是的 我想她已经理会了 我跟她说的话 终于可以把对生活的历练 转化成为唱歌的动力 我现在担心的 反而是荣盛南 因为荣盛南的歌曲虽然唱得好 可是我发现她现在唱歌 越发地脱离现实了 荣盛南 你留下 有话跟你说 陈监制 马上要比赛了 您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想告诉你 唱歌不是举重 不是单凭力量就能取胜的 唱歌是不能量化的一种艺术 希望你能明白我的意思 姐 你怎么了 姐 姐 你怎么了 姐 姐 你怎么了 姐 姐 怎么了 姐 唐飞 杨齐 杨齐 下一个到你们了 赶快去准备吧 小方 下救护车 可是 她 赶快去啊 着急 赶快去啊 姐 姐 姐 没 你 周琴 你表演得很好 你是很棒的摇滚歌手 谢谢你 陈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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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更多好听的歌 千万别躺着 培训还没有完 我没有喊听 绝对不算完 陈监制 总是最严格的 我 回安 钟晴 好吗 加油啊 关于钟晴的事情 我们已经向医院进行了解 大家表示关心和慰问 谢谢关心 作为你们的监制也好 朋友也好 我希望 你们俩有什么事情 能够尽管向我开口 我们 别逞长了 到现在还不明白 人是团体动物 相互扶持的重要性吗 谢谢陈监制 有什么问题 我会来找你的 发生了这么不幸的事情 大家都很难够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 这就是生活 现在五进三的比赛 已经破了眉睫 希望大家除了 调整好身体状况以外 心理素质也很重要 否则 就要上PK来 明白了 人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他不会选一个空闲的时间才降临 也不会有很多时间 让你们去消化 背着悲伤上路 也是人生的一大课题 中情是大家的好朋友 他为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留给了我们一份宝贵的礼物 希望大家尊重他 爱惜他留给我们的这份礼物 好好地表现去报答他 能走到今天 每一个人都不容易 要懂得珍惜自己的努力 明白了 钟爱 你和钟晴 以组合的名义参赛 可是因为钟晴他出了意外 所以你们的参赛资格受到了质疑 可是大会并非不尽人情 同时至于评委老师的意见 我们给你一个机会 如果你觉得独自支撑有困难的话 可以考虑退出 但如果你坚持一人出赛 你可以继续比 无论你的选择是怎样的 我们都支持你 我会继续比赛的 选手越来越少了 节目长度还是不变 换言之 每个选手在台上的时间 越来越长 消耗的体力和集中力 也就越来越大 必须严格遵守训练日程 配合充足的休息时间 因为休息也是锻炼的一种 记住了吗 记住了 大家加油 到晚了 大家朋友 一 这是什么 这是我新策号的栏目 名叫超级粉丝大鸡豆 请陈江志给我一点意见 你打算什么时候播 今晚 今晚 你别担心 你们现在看到的是未经删减的班队 而今天晚上要播出的是已经剪辑好的班队 你什么时候做这种节目 是超级女生本感的 让我知道了奋斗的可贵 我已经充分的反省了 以前的我实在的太糊涂了 陈建哲 是您启发了我 让我重新确立了人生的方向 那就好了 你继续努力吧 谢谢您的鼓励 这对我来说是无比的动力 谢谢您师父 再见 这样也好啊 这么说 以后咱们电视台 也就少了一个敌人了 可是莫名其妙多了一个徒弟 真是要命 你就走了 我们的铃声排行榜也是非常的极特 第一次要有一首没人唱的歌曲取得了冠军 它就是最近在网络上蔓延得非常火爆的七支水杯 祖罗最近很流行的七支水杯你应该听过 那你觉得它流行的原因是什么呢 它很美 是一种简单的美 仅仅用几个简单的音符呢 却能不能让人们联想到很多的空间 而且它有好多的传说 更是增点神秘感 听说现在网上呢就随时做这个问题 喂 雷鸣 找你有事 你过来一下吧 是的 最近七支水杯 无论是在网络上 陈朗 找我什么事啊 最近你听火的那个七支水杯 你知道谁写的吗 是这个事儿 听圈内的人说大家都在找 可是怎么又找不到他的作者 怎么了 我想认识一下这个天才 没问题 我现在去查 交给我吧 应该很快能查出来 感谢观看 聚合 荟恩 你知道郁太她会作曲吗 怎么就知道 那你怎么没有告诉我 她以前 是写爵士的 我这还是第一次听她写流星呢 这些年 我都在发掘有才华的音乐人 没想到就错过了郑宇泰 让她白白地走了 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带着钟情去国外了 你打算在决赛唱这首歌吗 那好 我们再练习一次 陈朗 你怎么走了 你不是 要看到她们成功的吗 不用看了 她们已经成功了 怎么不接电话 我觉得 你的 你的好朋友我都在等你呢 你的第一张唱片是欢迎 第二张我们现在正在成贵 第二张唱片是從那 channel 我的相機 我的天啊 我有点 我的天啊 你的天啊